大家好 我是奥雷 今天轮到我们的世界奇妙物语系列了 这次要讲的故事叫 自杀者在利用法 小田因为欠下了300万的外债 无力偿还而选择了跳楼自杀 就在他纵身一跃掉向地面时 一张大网突然将他网住 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坠 紧接着出现了一支特种部队 他们将小田救了上来 确定好时间后他们告诉小田 你现在已经被认定为自杀者 然后不管3721就直接将小田带走 拿下头套后小田发现 自己和很多人一起被关在某个密闭空间内 四周都有特种兵把守 这时一名红衣女子突然出现 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红衣女子是自杀者在利用机构的身骨 根据最新的自杀者在利用法规定 这些人以后将归国家管理 原来他们和小田一样 都是因为自杀而被抓来了这里 神骨告诉他们 在法律上你们已经死了 连证明都帮你们办好了 因此在外界看来 你们已经是死人了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被认定为 因无谓的理由而选择自杀的人 所以并不是每个自杀的人都会被抓 之所以政府会这么做 那是因为每年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处理他们的后事费时费力 让政府颇为头痛 因此政府成立了自杀者在利用机构 并颁布了新的法律 用自杀者的命来为社会造福 反正自杀者也不会珍惜自己的命 某个大叔听不下去还是决定自杀 结果被教训了一顿 神骨叫大家别急 以后大家要做的工作都是赌上性命的 所以想死并不难 现在神骨要给他们发布第一个任务 他手中的头纸有黑白两面 正好对应大家衣服的颜色 如果身穿的衣服和扔出来的颜色一致 那么就会被剥夺内脏 这些内脏便是给那些需要更换器官的人准备的 由于大家都是一心想死的人 所以在神骨扔出白色后 大家都没有什么抵触 自愿去赴死 小田因为身穿黑色 所以顺利的进入了下一轮 但他不甘心 他就是想死 可视实际味道 因此只能等待 一段时间后第二轮开始了 某科研机构研制出了三种新型病毒的特效药 但是都没有做临床试验 所以请小田他们来试用 没过多久 喝下红色和蓝色特效药的人纷纷开始吐血 一会儿功夫就一命呜呼 喝下淡蓝色药水的人却平安无事 顺利的进入了下一轮 这其中包括小田 一段时间后 小田等来了第三个任务 一群歹徒劫持人质后躲进了大巴内 现在人质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 警方和歹徒交涉后 歹徒做出了让步 愿意用新的人质来替换这批人质 就这样 小田他们替换掉了大巴上所有的人质 这下警方没有了后顾之忧 立刻攻了上去 歹徒们震惊不已 这些特警竟然不分敌我 连人质也一起打 在这种情况下 歹徒毫无意外的败了 因为不能再拿人质当盾牌 战斗过后 小田和另外两个人侥幸的活过了这一轮 他气得不行 就算我们是自杀者 也不用这样玩弄我们的生命吧 神谷听后却访问道 不珍惜生命的人不就是你们自己吗 这下小田无言以对 事后神谷向上级汇报 说有三名自杀者升到了四级 感情这个还可以练几的 一段时间后 小田等到了下一个任务 某实验室被恐怖分子安放了炸弹 并且在事发现场的空气中 还含有大量的高危病毒 一旦接触到病毒就必死无疑 所以小田他们的任务 就是在布满病毒的实验室里拆炸弹 一旦失败 病毒就会大范围的蔓延开来 为什么在利用机构 会把这么多人的命 交在小田他们身上呢 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小田三人的心理 经历了这么多次生死 还能活下来的人 早就没有了自杀的想法 他们现在要的是活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了生命的珍贵 神谷通过摄像头远程指导 所以拆弹应该没问题 结果第二个人刚进去 就被尸体绊倒 防护服被玻璃割破 没过多久就抽搐着吐血生亡 这下小田后悔不已 早知道现在会这么惨 当初就不自杀了 如果当初拼命赚钱的话 这笔债还是有希望能还上的 哪像现在生不如死 另一位大叔也表示赞同 拆弹时二人震惊的发现 炸弹上铺了一层钢钉 万一手套被割破的话 那就完了 果不其然 大叔刚碰上钢钉 手套就被磁穿 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但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他用自己余下的时间 强行拿掉了钢钉 为小田开辟了活下去的道路 没过多久 大叔就壮烈牺牲 小田按照神谷的要求 依次剪断了各个颜色的线 但是最后两条红蓝线 神谷自己也不知道 该剪哪一条 所以只能靠小田 自己去选择了 在最后一刻 小田选择了红线 就这样炸弹失效了 小田又活过了这一轮 不过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死 主角光环就快要失效了 于是小田拿出了一管病毒 用他做要挟摆脱了特种兵的控制 安全后他脱掉了防护服 要扯掉了身上的镇样头 使得再利用机构无法再对他定位 他拼了命的冲出去 也许生路就在前方 结果开门后 前方竟然是天台 小田因为杀不住车 而掉下了楼 也许这次真的结束了 结果在他下坠的过程中 突然出现了一张网 这张网将他网住 同时也救了他一条命 紧接着出现了一支特种部队 他们确定好时间后 认定小田为自杀者 强行将小田带走 他们把小田带到了一个叫做 自杀者在利用机构的地方 你们好 我是自杀者在利用机构的神谷 不会吧 又要来一次 我不想死 我想活下去 本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奇幻潮最后一集 那个小伟是不是第四集里的小康 奇幻潮系列 虽然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但不少演员都是同时在几个故事里客串 甚至主演 所以演员重复比较常见 之前我就发现了好几集 甚至连二号主持人罗敏庄 都在剧中出演过主角 只可惜浩南哥没有在正片中出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看转眼镜 讲 kadın 把九九十大 都在之间 一 Cara eri 啊 我们是在这 aquí 嗯 除了 我们下ns 我以为我以为你还可以煮过来 我以为你还可以煮过来